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直播间会放几个通码 到时候各位可以到游戏里领一下 对 我来吧 哎呦 点错了 OK啊 就是到时候各位可以在直播间领一下我们的这个通码 哎呦呦 点错了 哎 OK啊 先给它解开 回到这里 OK啊 欢迎先来这边各位 欢迎先来这边各位 今天我们展示的是我们的新风格鬼手尼路 配什么鬼手尼路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来 我们开始啊 开始今天争 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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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把新角色亮出来看看 来 来 把我们的新角色 亮出来 啊 永恒梦魇 V啊 永恒梦魇 V 然后把我们的队伍换成我们的冰队的正常配置啊 冰队的正常配置 对 虽然我们还没有练啊 但是可以给各位简单看一看啊 简单看一看 OK啊 开始 哎 点点挑战 OK 可以出来了 OK啊 那我们开始 各位晚上好啊 各位晚上好 我们是鬼系巅峰之战2.0的官方直播间啊 今天给各位展示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邀请 我是阿呆啊 我是阿呆 我边上这位呢 是我们的战斗策划 哎 大家好 我是战斗策划小白 OK 然后今天给各位就是展示的是我们的这个新风格 我们的就是 对 永恒梦魇 V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角色啊 我们最近新来的冰队 冰队 OK啊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V的介绍好吧 好的 然后交给我们的战斗策划 OK 那我们先进入我们的这个 呃 炼狱边境 对 我们先进我们的炼狱边境 啊 跟就是通过打打桩嘛 现在各位简单展示一下 对 简单展示一下 然后换上我们的这个呃 冰队 以这个永恒梦魇为我们这个冰系主力输出的这个冰队 嗯 然后其次呢 那我们也一起带上我们的这个同围兵系的这个冰雪魔女雷蒂 对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 普通的 对 军火女王 哎 普通的军火女王 对 OK 我们继续 OK 各位应该都能看见我们的画面吧 OK 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呃 决策讲解啊 我们今天直播的第一个环节决策讲解 同时呢 跟各位说一下啊 先给各位放一个简单的礼包码 礼包码大写的直播666啊 大写的直播666好吧 各位可以去换了啊 好 那个我们开始我们今天v的讲解 嗯 好 嗯 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v的这个普攻技能啊 单点我们的这个攻击键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从这个虚空中啊啊 这个召唤出来这个 梦魇的一部分 这个手臂啊 去协助我们这个v去进行一个攻击 对 直接虚空一个大手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长按触发不同的这个分支连招 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v的这一个普攻技能 OK啊 各位也能明显的看到我们v的普攻技能的这个东西 待会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那个角色 就是角色试玩啊 试玩里边能展示的更清晰一点 对 我们现在先跟各位简单展示一下 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v的这个啊 风格技 风格技我们这个是处决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 在这个链域边境中的这个 为了方便大家训练嘛 那个试玩 然后所以这个怪的写呢 是这个无限的 对无限的 所以我们一会将 在我们介绍完之后 我们会进入到那个找一个副本 去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最后 处决的机能对啊效果 对 巨帅啊巨帅 这样吧 我觉得通过那个试玩能展示的更清晰一点 我们直接从试玩展示 对我们就从风格试玩里展示 OK啊 也让大家能更详细的 了解到我们v的各个机制啊 各个机制 对 来啊我们直接到我们的角色 OK 应该在在在那个这个地方 我来 OK 在这里啊 然后在这个 烈人练狱边境 练狱边境 然后这里风格练习啊 有我们的这个 永恒梦言 好我们开始我们的基础教学啊 这个里面我觉得展示的非常的清晰直接啊 对 来开始 各位能明显看到啊 对 这个是我们的兵器角色 可以对血量低的敌人进行处决啊 并且这个梦言不在场的时候 点击这个普攻啊 可以进行三段攻击 对各位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是他最初最初的普通普攻效果 最初的普攻效果 对 可以啊可以 对 然后梦言不在场时 第二段后这个长按攻击键可以进行这个分支攻击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清击清击长按啊 就是连着砸三下啊 也非常的就是简单直接啊 简单直接 OK到我们第三 第三种就是三段普攻之后再长按啊 对 就会有一个左右抓起砸飞的这么一个类似动作啊 我们这个节奏没有看好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 对 哎 这回成功了 对这个 出了出了V再玩马上啊 你这赶紧赶紧进 赶紧游戏体验一下好吧 然后跟各位看一下这个风格剂的这个处决效果啊 处决效果 对 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小怪的血量也非常低了 而且他身上的这个 出了一个橙色的一个圈 这个圈也就代表他可以被处决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释放这个风格键 好 直接把这个小怪就直接给杀掉了 直接给秒掉了 对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这个我们一次性就是处决一个小怪 我们也可以长按这个风格剂 然后去进行这个范围性 对 对范围性的处决啊 大范围直接残写全杆啊 全杆来长按 巨帅啊各位啊巨帅 对 然后呢 接着我们那个看完了这个处决计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V的这个必杀计 首先呢是这个V可以通过单点我们的这个必杀计按键 然后去阅读他的这个手中这个诗集 对 然后去持续回复他的一个魔力 读书 读书 读书人 OK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魔力也是在持续的上涨 对 持续的上涨 对 然后这个读书的期间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普攻 对 好 看魔力够了 对 现在我们魔力够了 然后我们可以长按必杀计去召唤我们的这个梦魇 对 刚刚各位在弹幕刷的 说 石头人呢 这儿呢 诶 石头人出来了 OK啊 有一个出场的特效 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的帅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V的普攻也会将被替换成我们梦魇的这个普攻 对 各位可以看这个梦魇的普攻 然后一拳 两拳 再来一拳 啊 可惜怪离得有点远啊 可惜怪离得有点远 对 然后长 这个梦魇在的时候长按攻击可以进行这个分支攻击 直接一个 咋 对 然后二段攻击后长按攻击剑可以释放这个梦魇的第二种连招 第二种连招 对 然后 一 二 走你 对 对 可以释放我们这个一套这个非常伤害高 而且能不断的去冰动 冰动 冰动且追着敌人去打的那么一套非常伤害高的一个连招 对 最后我们这个再次在召唤梦魇的情况下再次那个长按我们的大招剑 我们可以让这个梦魇释放他的中击剂寒冰凝视 OK 然后就可以退场 转 转 OK 然后我们的梦魇就退场了 跳跌后 对 然后我们的角色这个V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的这个滑翔 我们这个跳跌之后 我们这个跳跌之后他可以长按住这个跳跌键 然后去抓着我们的这个隔离分进行一段短时间的一个滑翔状态 对 然后我们这个闪避剑的话去长按这个闪避剑我们也可以通过借助我们这个隔离分让我们迅速后撤 也是一个非常方便我们规避敌人伤害的一个技能 好嘞 那这里就可以到我们的详细展示的这个细节的地方了OK 各位观众有没有什么想看的那些环节啊那些环节可以可以在这个弹幕刷起来可以在弹幕刷起来对 OK OK啊然后刚刚可能有没有在直播间的兄弟啊我们直播间的礼包码叫直播666啊今天这个直播我们直播会放几个通码啊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各位都能领得到都能领得到 直播666啊直播666这是第一个兑换码啊这是第一个兑换码啊这是第一个兑换码啊 等我们第一个这个V的暂时环节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放啊第二个兑换码啊各位不用太着急啊各位不用太着急 对 OK 再次欢迎新来之边各位啊我们是鬼系巅峰之战2.0的官方直播间没有玩过我们游戏的可以去在各大运用商店去搜我们的游戏啊鬼系巅峰之战 然后马上我们在下周将上线我们的这个新风格啊永恒梦演V 啊永恒梦演V对然后各位想想想想展示的想感受他的这个感觉的时候我我实话说我第一次在我们测试不玩的时候我觉得他贼强啊贼拉强 好看着就帅啊看着就帅啊看着就帅就是菜 嗯就是待 然后呢待会我们直接展示到我们的这个配队啊以及这个攻略的这个这个配队攻略的地方好 那我们这个新手试 horrible 就从这出去了 专门出去吧 从这个蓝色的传送门出 能瓢20钻石 OK啊 好嘞 我们继续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属于是冰队的展示 冰队的展示 OK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 练狱边境 对回到我们的练狱边境 然后自由练习 然后开始我们的这个 这个冰队的 QTE的展示 交给我们的战斗策划 最开始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永恒梦言V的这个QTE 在冰队中呢 我们可以先首先切换到 这个金黄女王类地 然后使用它的这个风格计 虚拟射击 然后可以触发这个V的QTE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V 从那个召唤这个梦言 从天而降 砸向这个敌人 然后能造成一个非常高窝的伤害 从事也 我也觉得非常帅气 这个技能 暴帅 暴帅 直播666啊 对话码是直播666 OK 然后呢 这个 那我们就顺便再介绍一下 它这个冰队的这个QTE流程 冰队的QTE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V的这个 通通过招呼梦言 然后梦言去给这个敌人 持续的造成这个 湿温的这个积蓄 然后当我们出发到 出发这个积蓄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 调出我们的这个冰雪女王的这个QTE 然后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OK 直接冰冻 切换我们冰雪女王 切换我们冰雪女王 这个 弹幕挡住了 弹幕挡住了 比较尴尬 不好意思 我们重新再演示一遍 重新再演示一遍 再来一遍 OK 先读书 先读书 把这个能量挥集起来 OK OK 慢慢挥集起来 慢慢挥集起来 OK 再打两下 再打两下 OK 然后召唤我们的这个谁 召唤我们的打兽人 然后再一个冰冻射箭 对 我们的这个叫寒冰凝室 寒冰凝室 好嘞 来 放一个寒冰凝室 好嘞 这个寒冰凝室放完之后 我就能使用我们的冰雪女王 打出我们的冰雪女王的冰 这个是这个冰雪女王的这个QTE嘛 对 叫双筒打击 然后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双筒打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释放冰雪女王的这个 这个超暗风格技 这个冰雪漩涡这个技能 然后再次给敌人施加这个 积蓄 然后调出我们的这个 军火女王的QTE 最后军火女王再次使用我们的这个风格技 然后调出我们这个 V 然后这样的话 冰队的一个QTE的一个基础循环就是这样 对 非常的简单啊 直接 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我 其实我问了我们张神色瓦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冰队为什么要用军火女王呢 来给我们的这个各位解释一下 对 其实大家也非常好奇嘛 因为就是大家觉得冰队可能就是我们一定要上三个冰冰决策的这个 然后呢 那这个军火女王他其实作为这个作为冰队的一个员素辅助是非常的一个优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当我们这个军火女王首先我们入手是非常好入手 因为他是随着主线赠送 然后主线也会不断送我们这个碎片 当他升到S的时候 他可以解锁他的这个大招的这个被动 然后使他的大招给敌人施加冰元素的伤害增加 受到冰元素的伤害增加的这么一个buff 然后可以极大的弄强我们冰队的伤害 所以这是我们推荐将军火女王加入冰队的一个理由 OK 各位应该都听到了 各位应该都听到了 这也是我们Lady的用处 没互动感 看弹幕 各位不用太着急 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的角色讲解期间 各位对我们的配队和操作有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弹幕聊一聊 然后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战斗思路 然后很多延伸的新的队伍 比如说你想用其他角色性QT打伤害 还是期待你们去研发出来的 这只是我们官方对基础的一个简单的教程 OK 那我们这一趴就先到这结束了 好 那我们回回回气氛吧兄弟们 这个感觉这个展示有点压抑 有点压抑 我们抽着卡 我们抽着卡 好吧 我们抽着卡 对 这个正好这个号还没有把这个Lady抽满 没有把Lady 没有把我们的这个V和这个武器都抽满 还差很多啊 差很多 正好在直播跟各位抽卡了 Let's go Let's go 走着 我觉得抽武器更有意思啊 我觉得抽武器更有意思 对 再次欢迎新来之边的各位啊 对了 不用不用着急啊 这个我看很多人其实关心这个 这个啊 一些其他风格的角色啊 我们后续慢慢会跟着版本的更新 跟各位一点点展示的 一点点展示的 对 对 试到我们10号 上我们的这个永恒梦魇V啊 永恒梦魇V 对 好嘞 OK啊 这个我们轻松了 哎 感觉这么抽卡的 有点没意思啊 有点没意思啊 对 各位有什么想看的没有啊 有没有什么想看的 可以在弹幕刷一刷 可以在弹幕刷一刷 OK啊 然后我们把那个哎 武器上来了吗 在这里 对 等等也有那个 我看弹幕说 好奇这个V的专武是什么 正好也给大家看一看 对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V的专武啊 V的专武 对 哎 我得给他抽出来才能给你们看 我得给他抽出来才能给你们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OK啊 就是 专武是一个手杖啊 专武是一个手杖 对 我其实我在瑟尔夫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以为是本书呢 我以为是本书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专武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专武 对 叫暴雪之祸啊 暴雪之祸 对 它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属性 OK我们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们着重聊它这个专武 不同星级的这个属性和效果吧 哎 好的 对 那我们就也是切到这个武器界面 嗯 嗯 切到我们的武器界面 好 暴雪之祸 首先呢 我们这个 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武器的这个模具能力 OK 首先是他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叫魔力汇聚 呃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 这个魔力汇聚主要是有两个效果嘛 一个是提升那个 自身 自身伤害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觉得比较核心的是这个第二个效果 他可以 在我们这个 呃 永恒梦眼入场的时候 然后获得这个 直接获得 然后一级的话是五百 二级的话是一千 然后每次战斗仅剩下一次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 V快速启动召唤 梦眼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 他的核心输入 肯定是来源于我们这个梦眼 所以他越快的把我们这个 梦眼召唤出来进行 对今天进行一个伤害 所以他越能 尽早的那个 将敌人这个 打出更高的伤害嘛 所以他在入场的时候 就是能给他增加这个高额的这个 这个魔力池 然后他再通过看 战书或者蓬工 就能够很迅速的进入战斗 然后就能够满了 然后去召唤这个梦眼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这么一个效果 OK 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然后是我们这个 邪恶终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提升我们的这个天赋效果的 然后我们顺便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永恒梦眼的这个天赋 因森寒流 因森寒流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个 这个用这个风格技去处决敌人 然后处决之后 刚才我看也有丹麦在说嘛 说这个 这个这个怪物的血量 都剩这么一点了 那你处决他和直接打的 他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我们有这个天赋 天赋在我们处决之后 就可以为我们增加魔力 然后并且能够短暂的提高 我们自身的这个冰原子的伤害 所以当我们处决之后 然后我们的攻击力上来 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把其他的敌人给打 打掉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技能效果就是能够再次 提高我们这个提升的这个数值 对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技能 叫暴雪晚戈 这个也是提升我们的这个天赋效果的 然后也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原本的这个傲慢惩戒的这个效果 傲慢惩戒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梦眼啊 然后会给这个他身上有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往外扩散的那个光环样的效果 他这个光环是可以给敌人那个附加一个叫冰级的buff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普攻然后可以给他叠加这个失温的积蓄 然后在这两个buff这两个其中一个buff的作用下 然后我们我们那个V和这个梦眼可以对这个敌人造成的伤害进行一个提高 而这个暴雪晚戈的效果是进一步增加我们这个提高的伤害 也是一个能够再次提高我们输出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四个技能是这个幻梦尼南 然后是当我们这个V在阅读诗集的时候 且梦眼在场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冰原子伤害 然后也是最后最终一步再次提高我们这个伤害 然后能够让这个梦眼打出这个非常高的伤害 然后我看也有弹幕在问我说这个梦眼好像这个动作有点缓慢啊 然后是不是就是打敌人打的慢啊 所以我们就是他在一步进一步提高伤害的时候 我们虽然打的慢 但我们这个一拳顶其他角度可能顶十拳 对一拳能顶其他角度好多拳 就一下爆发伤害打一拳 对是的 然后就相对来说我实话说V还是比较无脑的 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然后然后我正好整理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这个武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 就是0到1星呢 我们的提升主要是这个提升全额伤害啊 加速我们这个梦眼的启动啊 这个是我们最最主要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效果 然后第二个效果就是我们的被动升级 可以提高这个处决之后的这个处决之后的自身的冰元素伤害啊 能提高从15提高到25对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4到5星的这个这个这个被动升级啊 提高对这个冰脊和室温状态下的这个伤害增加的效果啊 能提高也能提高一个值啊 也能提高一个范围 OK啊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就是满星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是梦眼在场的时候啊 自身和梦眼的伤害都能提高一个很高的值 对大概是这样啊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这个这个武器的介绍大概就告一段落啊 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OK 然后我们下一个其实是摩卡介绍 然后也重新换一下新来之边的各位啊 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发的第二个礼包码 OK 其实第一个和第二个礼包码差不多啊 一个是直播666 一个是直播999 一个是直播666 一个是直播999 各位记得兑换一下这个兑换码 啊 各位记得兑换一下兑换码啊 放心啊 不是录博是直播啊 是直播 我们待会会有一个专门和各位互动的时间啊 我们应该现在这个啊 要做攻略啊 要做整理 所以说更要直接跟各位说完啊 直接跟各位一口气说完啊 渠道符也是能用的啊 渠道符也是能用的啊 全全符都可以用啊 全符都可以用 OK 那我们到我们的下一步展示啊 就是我们的摩卡 好的啊 对 摩卡我们暂时还没有刷到啊 正好我们可以趁现在啊 去刷一刷啊 趁现在刷一刷 也跟各位简单展示啊 我们这个 威的实战效果啊 威的实战效果 对 然后借着我们刷这个 刷这个威的刷这个 猛卡同时啊 可以跟各位简单聊一聊我们这个 这个猛卡 OK啊 打我们的聚魔之地啊 选选好了 选择奥 对 然后辣 好的 希望直接来个幸运 我们就不用打 对啊 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大家展示了嘛 对 在哪块填里帮码 点左上角的那个三个盖啊 点开之后有个兑换啊 输里帮码就可以了 对 OK 直接开始 对 是的 这个我是提前带好了的 哎 好的 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威的实战 实战部分 对 对 上来 上来先开个大 上来先开个大 对 对 对 就直接 那战场就一直锤就搞定了 非常的轻松啊 非常的轻松 就你甚至 你可以直接 双手脱离 脱离手机 脱离键盘啊 就是 魔影器玩家可以脱离键盘 然后手机玩家可以直接脱离手机 不需要任何操作啊 不需要任何操作 这个锤就完了 跟那锤就完了 对 OK 小写的 不 就是英文字母的直播 直播 直播 666 是英文的啊 就是英文的大写字母啊 直播666 OK啊 各位可以看到非常轻松啊 伤害嘎嘎高啊 一锤子就秒掉一个小怪 对啊 比之前跟那搓半天打的爽多了啊 正好借着机会跟各位聊一下紫色卡 紫色卡也是那个我们的摩卡嘛 对啊 对啊 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卡的属性啊 卡的属性 OK 接着 我们看一下 刚才正好也掉了我们这个 我们的摩卡 对 进入到我们这个猎魔风格 对 那是三号位 OK 这个是这个是雷的 三号位 看一下三号位 哎呀不是那二号位 不会掉了两个雷的吧 不会点这么黑吧 我记得好像四呢 再看看四 哎还真黑啊 脸真黑 那我们继续刷啊 我们继续刷 那我那这个这会交给阿呆啊 这会交给阿呆 还得继续刷一会儿啊 还得继续刷一会儿 对正好就是也跟各位 就是简单说嘛 就是其实刷我们的四眼套的冰套的这个 这个这个摩卡就OK了啊 刷四眼套冰套的摩卡就OK了 对 哎不用着急啊 这个我们直播 得慢慢去放我们的里帮马 慢慢放我们的里帮马 哦点错了 呃是在我们的 练魔宝典嘛 练魔宝典 对 对 大写的直播666和大写的直播999 啊各位记得领下我们的兑换码啊 领下我们的兑换码 对 这是我们我们最 待会儿还会放一个更大一点的啊 待会儿还会放一个更大一点的 对 OK OK Let's go 寒冰之鬼 开打开打 直接就开打啊 就是非常简单啊 我非常简单 我就我其实我真的挺喜欢我们的这个V的 就我当时在我们那个测试服第一眼见到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 真的 这么大啊 这么大 可以看一下直接二话不说我先我先召唤一手石头 哎我不要先点到弹幕了啊 先召唤一手石头人 然后我先闪出去 我被我被我被被奥武夫卡堵在墙角了 我被被奥武夫堵在墙角了 OK 读书 好继续 剩下呢就交给我们的交给我们的石头人就行啊 直接我双手脱离啊 直接我双手脱离我们的键盘啊 剩下交给我们的大石头就行了 1 2 3 魔力玩了 魔力玩了 好 魔力玩还能喷一口啊 直接就秒掉了啊 轻轻松松啊 轻轻松松 OK啊 这个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就是 其实是说不好听点啊 手残用户啊 但是啊 就是也也 咱这运气还是好差 还是没出哎 还是没出 再刷一轮啊 只好再给各位展示一遍啊 再给各位展示一遍啊 我这真是 这个运气不是很好啊 我们下周啊 也就是8月10号的版本将上下我们这个新风格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胃啊 这个胃 OK Let's go 好 继继续继继续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为打小怪会特别的好吃啊 打大怪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 就一点不怕被挨打 直接召唤石头人之后跑就可以了 召唤石头人之后跑就可以了 直接闪走 让我闪走 让我闪走 OK 按错了 但这问题不大 直接就喷上他了 那我打快一点吧 砸砸砸 魔力即将耗尽 OK 再来砸 就根本不需要很多的操作 根本不需要很多的操作 对 搞定 然后再一个喷 直接鸟掉我们的怪 哦 还差一点 来直接我们的QTE 再加这个军火女 冰雪女 搞定 OK啊OK 能打天上飞的小鸟不 能打 但是你要拿这个破四十顿 还是有点费劲的 建议你要破四十顿的话 还是要骑到我们的暴走火 暴走火花的雷地 暴走火花的雷地 OK终于出我们的冰 冰属性摩卡了 还出了一个不错的属性 OK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冰的四项套 就是我们的两件套 就是我们的冰连速上来提升 四项套就是我们的这个全上来提升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成卡的这个四项套呢 我们就直接口数吧 对 对 成卡的话是当我们这个自身生命值高于50%的时候 然后会有一个24%的全伤加成 对 就是我们自身生命值高于50%的会有一个全伤加成 然后两件套的效果呢 是冰元素伤害加16% 是的 加16% 因为这个号等级还没有到50几 我就不给各位 我们就不给各位详细假释了 到时候各位可以详细试一试 OK 好的 然后问这个 OK 顿怎么破 是这样的 这个 我看有这个弹幕在问我们这个关于顿怎么破 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提嘴吧 反正你本来也是一会儿需要去讲到的 关于顿的话咱们是有两种顿吧 一个是次数顿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白条的这个减伤顿吧 次数顿的话 可没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队里有这个冰雪魔女和这个军荒女王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高频上属出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俩可以轻松的把顿破掉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白条的这个减伤顿 然后我们这个永恒梦眼V这个角色它是一个 它会有这个重击的属性 然后重击属性它是会对这个减伤顿 是有一个额外的那个增伤的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梦眼去很轻松的就可以破掉怪物的这个顿 OK 好嘞 那我们到我们的下一步 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完这个技能 然后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这个玩法 以及这个循环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链鱼边境 再给各位详细讲一遍循环 详细讲一遍循环 对 OK 然后我们这个永恒梦眼的话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永恒梦眼它的核心是召唤梦眼进行一个输出码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去召唤那个把这个魔力也攒满然后召唤 然后最开场的话我们可以这个进行这个看书然后并且进行这个普攻然后去攻击敌人快速的去回复这个魔力值 然后当魔力值满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召唤我们这个梦眼 然后在梦眼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魔力值在缓慢的减少 然后这个期间我们同样可以再再次的看书 然后去补充一部分的这个魔力值 然后增长我们这个梦眼的这个持续时间 然后期间我们可以尽情的用这个梦眼去进行一个攻击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当这个魔力值快耗尽的时候 或者说是我们长按这个大招剑然后可以使用这个梦眼的这个必杀技 寒冰凝视对敌人造成一个非常高额的伤害 这就是V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单人的这个这个循环输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 嗯非常的简单直接 是的 然后最后也 然后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怪啊 属于这个血量非常低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处决的 当然这个宣传场的怪这个啊 虽然无限我们就不展示了 我们就先暂时不展示这个部分了 ok 然后我们的还有就是跳跃长按啊 对 跳跃长按 哎 对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啊 这个 还有这个长按我们这个闪避键可以将这个人物进行一个 向后的一个闪避了 对 也非常的轻松啊 也非常的轻松 ok啊 那我们这个V的其实简单的这个展示就到到这了 我们这样跟各位好好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好吧 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啊 第一个礼包码 大写的直播666 第二个礼包码 大写的直播999 第三个礼包码 大写的直播 不对 大写的鬼器666 各位啊 大写字母的鬼器666 今天的第三个礼包码 第三个礼包码 ok啊 ok 也再次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各位啊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直播的最后一段时间呢 截入我们的下一个阶段 还有还有哪些东西要展示呢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冰队的这个循环思路 然后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和期待的嘛 当然虽然当时已经当时已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再给大家 再稍微聊一下这个冰队的这个循环 因为也是即将出来我们这个冰属性的这个永恒梦魇之后 大家肯定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冰队的强度啊 循环手法之类的嘛 所以肯定有很多这个弹幕在问 然后我们就再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呢 关于这个冰队的循环 我们以这个永恒梦魇作为这个首发角色入场 然后当天也相当来说了点 然后判输 然后普攻快速渐篮 你可以看到当天我是没有篮的状态下 现在非常快的这个篮量攒满 然后装上梦魇 然后梦魇出场之后 可以操纵梦魇的攻击 然后或者快速的使用他的这个必杀戟 一喷 哎 非常的非常的无敌啊 对 看完之后可以看到 敌人施加了这个施问的积蓄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冰雪女王的QTE 然后可以使用这个长岸的这个封割剂冰雪陷窝 然后将我们这个陷阱放出来 对 然后使用这个冰火女王 然后对敌人这个QTE输出 然后如果有这个大招的时候 可以释放这个大招 然后同时给这个我们这个冰队有一个冰属性的一个加成 最后再次的将我们这个BQTE释放出来 然后召唤我们的这个梦魇 然后最终进行一个高窝的输出 OK好那个弹幕继续在直播间问啊 就是我们礼宝码是什么 第一个直播大拼音大写的直播666 拼音大写的直播999 第三个拼音大写的鬼气666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通码OK 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这个弹幕的小伙伴们 好的 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战斗策划 以及想反馈给我们游戏的 各位可以小伙伴们可以刷屏了 小伙伴可以刷屏了 有些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采纳的 我这边阿代这边可以私聊 您直接发您一个专属的这些礼包码 OK啊所以说各位兄弟们抓紧参与起来 抓紧参与起来 对 刷屏刷屏 OK啊我看到我看到第一个问题啊 V有子5吗 我们看一下啊 V的子5 也简单的聊一聊 简单的聊一聊 可以看到V的子5 基础过去 我看到刚才那么有其实是抽到了 对啊 如果如果没有 哎没抽的还是蓝的 那我们抽一下吧 没抽到 那我们抽一抽 然后再抽的同时再看别的弹幕 然后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弹幕在说 这个想看看声星的效果好的 那我们抽模具卡是 对 OK我来吧 那我们直接抽模具卡是 因为今天没有好好的抽卡 正好跟各位抽个模具卡是 这两支边兄弟们 你们猜我这一发歪不歪 你们猜我这发歪不歪 我估计 我估计凭阿呆的手机他肯定歪不了 我估计凭阿呆手机他肯定歪不了 刚才刚收完 然后我们就抽到了这个子5了 子5了 正好我先把这个成果抽出来 把这90抽抽完 各位继续把这个问题刷出来 继续把这个问题刷出来 然后跪下哥们不要刷屏了 不要刷屏了 不好意思给你先敬言了 我收到这个事情了 到时候跟你们说 到时候跟你们说 OK继续在这个 我可以在这边刷一些问题 我们弹幕 我们这个战斗塞话在这里 我收到有用的消息 可以直接返回给我们的主策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 也会更新的内容 包括这些问答 我们也会在下次的直播跟各位同步 对 得 上来第一个就歪了 歪了歪了歪了 歪了不抽了 歪了又不抽了 我任性 歪了不抽我任性 正好我们抽到了我们刚刚的武器 然后跟各位好好看一下子5的效果 子5的效果 OK 我们的崇山之杖 各位也能看得到 对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对 然后跟其他的子5 对 技能 技能类似 是技能类似的 对 OK 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兄弟们 可以继续在这个弹幕刷起来了 可以继续在弹幕刷起来了 有什么有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跟各位说 然后各位可能看到我们PV 问这个雷电星爵什么时候出 我只能说各位可以期待后面几个弹子 肯定会出的 肯定会出的 可以看我们的后续的几次直播 可以看我们后续的几次直播 看看V的时装 这个能露吗 这个就露吧 就露吧 给各位看一下V的时装 V的时装 在 在这里 各位可以 好吧 各位展示一下 各位展示一下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继续 继续在弹幕刷一下 我们好像有弹幕想看 V的生星的效果 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我觉得 对 V的生星的效果 然后咱们现在已经升到了S 然后我们看一下S的 然后我们因为比较长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S的话 就是它本身就有的 然后我们就先从S加 S加的话 是这个 就是处决成功之后 会有一个增长回栏的效果 然后同时 我们这个 有一个 我们这个 孟严给这个敌人施加的冰激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 有这个冰激效果的敌人 然后 然后 无血量限制的那个情况下释放这个处决 然后 2S 然后的话 就是对这个冰激和室温状态下的目标 然后提升伤害 然后同时我们这个 孟严就是召唤孟严砸下来的时候 可以 会造成一个大分元的这个冰冷冰激 然后 后边我们就简单看看 然后 因为这个到时候也是 啊 就是简单给大家看 然后也希望玩家们 是吧 这个正式实装 然后在我们这个测试服装中 然后 可以仔细的这个研究一下这个 生性的这个效果 好嘞 然后那个我看到很多弹幕说啊 这个自离按键啊 包括这个 索迪的这个事儿 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在做计划了 但是我们会在后院几个版本陆续去上 到时候各位可以看我们的官方直播啊 这个事儿 OK 继续就是包括有些自离按键啊 自离一索迪啊这些事儿 我们在前几次直播也跟各位说过 是的啊 这个事儿已经在计划里了 应该自己回来了 各位玩家请放心 可以看我们下周或者下周的主色化的直播 到时候可以再提提各种的问题啊 提提各种的问题 OK啊 继续 然后啊 我知道那个有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收到了 这个盐权盐权这个大招的这个事儿啊 大招这个PVP的事儿 我们也也在做优化 在做优化 各位耐心等待一下 在耐心等待一下 对这个我们已经收到这个通知 我们也是在 在去修改这个东西 然后请大家也是先不要着急 我们会尽快的修复这个问题的 对 OK OK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可以刷一刷 继续可以刷一刷 我们看到了能回复的都会回复啊 看到能回复都会回复 对 啊 李宝马不存在的一定要是大写啊 大写的拼音直播666 大写的拼音直播999 大写的拼音鬼气666 嗯 OK啊 我们现在就是正好跟各位 就是边闹边闹边闹边闪 should be 各位边提问题啊 我们这边边征集啊 就有什么有效的 这边都可以整 覺得我只能选 水公进击后打不过第一层 啊 进击后可以选择不进击 阿 这个可能是需要你的等级到时候 就要提高你的练度啊 慢慢对 慢慢我都在恢复啊 都在恢复 弹幕你可能不是刷的很多啊 多余角色碎片怎么处理 这个我们前几次直播有回复啊 就是我们后续会做一个调整 各位一定不要扔不要卖啊 各位一定不要扔不要卖 好吧 各位再跟各位重认一下 你们多余的角色碎片一定不要扔不要卖 我们后续会做一个兑换啊 后续会做一个兑换 对 然后 这个角色基础暴击提升一下吧 OK 这个事儿 我们可以和策划简单聊一聊啊 问一问这个事儿该可不可以怎么调 OK 闪退什么时候修复 闪退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优化 每个版本都在做优化 如果说就是我们各个手机型号都在做优化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还经常出现闪退的情况 可以去私聊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客服 就是游戏里有客服 可以直接私聊你的手机型号 切记啊 一定要说你的手机型号闪退非常严重 从过你这个客服里把你的手机的具体型号说出来 我们会买这个手机去测 去测 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反馈给我们 我们一直在求福 一直在求福 对 新活动开一趟 新活动 新活动 透啊 给大家简单看一眼吧 简单看一下好吧 这个 反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啊 对 很有意思啊 OK 然后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永恒梦演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活动 活动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边有我们的这个 馈赠 就是我们这个 相机能拿到对应的奖励 包括我们的模具外观等等的 OK 然后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任务 完成我们的任务 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些游戏内的资源奖励 资源奖励 各位可以 也记得可以领一领 包括活动期间 积累登录 也能拿到钻石的奖励 以及通过一些关卡 能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励 OK 然后这个礼包 这个礼包 就是在线 在线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这个钻石 在线就可以领到我们的钻石 所以说 老玩家们专辑来玩 专业来玩 OK 巅峰征途 这里有这个挑战 能获得我们的资源和代币 对 OK 然后这是我们永恒梦演的这些活动 永恒梦演的这些活动 哎呦 不小心进去了 当然 那就 你就跳过一下好吧 可以给各位简单看一下 OK 我们就不打了 我们就不打了 对 这个到时候各位可以自己去玩 自己去玩 自己去体验 就我们的这个模式 就我们的这个模式 OK 看PV 看PV 对 各位 各位这么想看PV吗 那要给各位看一眼 看一眼PV 然后继续可以在这个弹幕刷一刷 有什么想想想聊的东西 都可以聊一聊 这个能透吗 这个能透吗 我觉得透吧 好吧 没关系 这个应该已经看到过了 对这个应该是已经对外发放过 对这个应该是已经对外发放过 对我们头去的玩家的话应该是已经看过这个PV 对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啊 好了 那我们继续啊 继续我们其他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透一些就OK了 透一些就OK了 大概了解 有没有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别的PV啊 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这个给你们展示的可能也不是我们当时上线的东西 继续把这个弹幕刷起来 继续把弹幕刷起来 对 OK啊 然后 这个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好 有些我们不敢回答的 不敢回答啊 对 OK 然后鬼手加强了什么 鬼手加强了什么 我们在持续做优化 具体有什么优化和增强 我们会在这个游戏功劳里跟各位说 跟各位说 对 OK啊 我看到其实有很多问题我都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透啊 我只能跟你们说有有很多惊喜啊 有很多惊喜 对 这个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我们有些直播要透露东西要和市场去对的啊 其实和市场去沟通 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 比如说某些风格啊要上啊 比如说某些风格很猛啊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啊 现在跟各位说 还是请大家期待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 直播包括消息 对 然后再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的礼宝马啊 直播666啊 直播999 以及这个鬼气666啊 都是拼音的大写啊 都是拼音的大写啊 直播666直播999 鬼气666 OK 然后这个OK这个逆境试炼掉针 OK这个这个可以我这个可以可以可以留下啊 可以记录一下可以记录一下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的对 我们玩极限挑战副本啊 玩的玩的 这个确实啊 是需要一定操作的啊 需要一定操作的 对 OK啊 这个有人说冰队两个角色没齐啊 我们肯定在后续的版本啊 是的 是的 也会慢慢把我们的这个更更完整的冰队给各位凑出来 是的 但是现在尽快一 就是一定现在这个冰队的大主C在这儿 你要是想玩的话一定要抽啊一定要抽 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冰队呢 其实就是由我们的熊火女王啊 来冲担一个额外的打QD的效果 对 水破四十顿啊 以及他大招能提供这个 对 为全队增加冰伤的效果 对 是的 OK啊继续在这个弹幕刷一刷 继续在弹幕刷一刷 对 多人赋本啊 这个事我们 呃 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对耐心等待一下 好吧 OK啊 这个周期短一点 OK这个我们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这个再再再说啊再说 OK啊 然后 很多人关心熊爵的事啊 我只能说熊爵在后续几个版本会上啊 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可以关注我们的社媒啊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啊 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 OK好嘞 然后我们其实后续还会有一些新的玩法 新的攻略啊 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会同步到我们的社媒啊 也会同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各大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本场直播的录播 以及总结呢也会啊 做成视频放到我们的各个这个各个这个社媒平台 嗯对各位可以到时候参与一下啊 可以到时候可以参与一下 对 然后我们最后也唯一的一个一个我们的孟严 一个喷啊 结束我们今天的事故啊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啊 感谢各位啊 各位再见啊 各位勇士们再见 冷魔猎人们再见 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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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